为了帮助民众了解航空城征收土地补偿方案 桃园市长郑文灿在7号下午 亲自主持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的员工教育训练 希望同仁们能详细了解政策 解答民众的疑惑 在2月9号之前要完成优先区第一期的部分 那我是希望能够利用这一个月的时间 让复估的这些案件 一个一个能够一对一面对面 用同理心来试算 那今天就是提供各种 这个已经完成试算的试算表给大家看 那通常我们的居民呢 就是走进航空城服务中心之前 心里有些不安 那走出来以后 我们希望他是满意的 市府在去年年底 正式公告航空城区段土地征收事项 今年将继续办理地上务区段征收公告 以及优先搬迁区拆迁等作业 目前市府提供拆迁户先建后签和就近安置的补偿方案 并拉高拆迁建物补偿金额 以及发放搬迁补助奖励 希望能尽量弥补民众的损失 事实上我们大幅的增加了补偿金的金额 事实上总增加的金额 桃园市政府加上民航局 两个部分会到达 地上补偿金会到达600多亿 那我想这是比较大规模的这个拆迁补偿 民众如果对航空城征收补偿方案有任何疑问 可到桃园航空城联合服务中心 找相关专业人员洽询 记者刘雨婷 桃园报导